哈喽哈喽大家好 没错我又剪了个狗肯刘海 一到夏天就很奇怪 就是想要一点 就是这种刘海 就有没有一样的妹子 有时候看自己看久了 你就想倒腾一下 虽然你知道 就剪了也不一定会很好看 但就是想要剪 就想着反正说无所谓 到时候还会头发长 好今天要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这个618清单 我昨天晚上下单了一只受脸针 然后打算去打一打 我就感觉这边咬肌 就一咬就很大 然后就想打 感觉那个价格也挺划算的 618的价格嘛 然后今天我要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真的很好用的一些东西 大家不管说是便宜或者划算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直接买 今天这个可以作为618清单 也可以作为一个近期的爱用品 第一个就是这个 Nua的这个设品美容仪 我买了三年 我用了三年了 我手头上唯一有在用的美容仪 就是Nua的这个设品美容仪 它这种设品仪 做做之后 你的脸会有一点点提升的 但是要坚持 然后它也可以促进 底层的一个胶原蛋白的再生嘛 这个是我两三年前面吸 就是面不吸止之后 我看医生的推荐 就是说可以恢复得更快 然后我买的 之后我又看到了 有一些皮肤科医生 他也有在用 就是真实在用的那种 不是广告 所以如果你想入手一款设品仪的话 这个是很推荐的 再来又是一个仪器 这个好像以前价格比较好 现在会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有需要 然后这次价格又好的话 我觉得也是可以买的 就是这个Ulike的这个脱毛仪 现在毕竟夏天了嘛 然后啊 为什么要再次推荐它 就是因为我以前是不拖 私处的毛的 因为我有点怕 但是有一次就是我下定决心 在家里就闲得没事干 然后就想说拖一拖吧 反正我也有专门买这种小的刮刀 因为它在我的腋下表现的特别好 腋下那个打了几次之后 它就几乎不长了 所以效果真的很好 就想说试一下私处 我的刮刀用的是舒服的这个带有肥皂的 再一个就是背印的这一款 这个好像是背印的吧 反正这个啊 超好用 如果你是私处平时有在脱毛的话 我建议你一定要去买一个这个牌子的小刮刀 就是刮的一点都不痛 而且刮的很干净 以前几次比较频繁的在你私处打一打之后 打的次数多了 你长出来的就没有那么粗硬了 会很棒 然后速度也会慢很多 要不是打了私处啊 我没有会再多爱它两分 所以今天要来给你们就是推荐一下 最主要是还想省一点米 你知道要是真有钱啊 我们以后就手上 以后胶原蛋白流逝了 我们就去打玻尿酸 像富婆啊 手都打玻尿酸 然后全身刷酸 全身打光子嫩敷 你知道吗 好好赚米 推荐完仪器来给大家推荐喜欢的保健品 那天刷到新闻就说 60%的人都会把自己全部及时的60%花在最后4000的28天 就是因为没有很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 在最后就是发现自己身体的大病啊之类的 所以我自己平时也是一个还挺养生的人 今天我要来给大家推荐的是我最近在吃的这个 和百瑞的盲盒 它们有三个盲盒 工作狂 小仙女 还有长寿包 然后我选的是一个工作狂 它里面是有两瓶 一瓶是三重肠道益生菌 一瓶是维生素B 然后还送了一个这个 就是有一些英国元素的这个丝巾 这瓶益生菌呢 我一个人住的时候 我就一定一定会吃 因为我自己住有时候蔬菜就不会烧多种多样 像在家里面 你看跟爸妈一起住的话就人多嘛 什么蔬菜都很丰富 什么颜色都有 就蔬菜平时大家一定要吃的就是五颜六色丰富 就代表营养非常均衡嘛 但是一个人住就不行嘛 所以有时候肠道就不行 像吃了这个的话 我第二天就能很顺畅的拉拔吧 然后这瓶我爸也有吃 然后他说第二天就非常的顺畅 非常好 如果像你平时熬夜喝酒 肠道不是很顺畅的话 这个也很适合你 平时就是饭后吃两颗 他里面添加了益生菌还有后生源 就三重呵护我们的肠道 还添加了黄金奇异果纤维 像每天吃两颗 他里面就有150毫克的纤维 他可以就是促进我们的益菌的生存 还有繁殖 再来就是VB 像我们平时如果说减脂啊 或者健身啊 你会觉得精神低迷 或者说怎么不掉秤啊 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 你可能是缺VB了 如果缺VB的话 比较耽误你身体分解糖分 然后会降低你脂肪的代谢 这个都是以前我上营养课的时候 营养师老师会说的 VB是一定要补充的 因为它是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体体内自动 合成的摄取只有来源于内脏或者蔬菜 如果你这两个平时吃的比较少的话 你一定要吃啊 保健品就是身体缺乏一些味道元素的时候 要补充的 他们家这个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添加了十一种很有效果的VB 这个牌子在英国还是蛮火的 它是很老牌的一个保健品品牌 他们在英国就有开很多店 就跟屈臣试差不多吧 他们家还有一些健康食品啊什么的 都是都是可以试试看的 接下来就是护肤品了 护肤品我这次带回家的东西就没有很多 带回来都是非常精简的 所以每个都必须非常爱用 618必买的一个精华 就是这个神秘博士的精纯调理精华液 非常的好用 这瓶我用完了 我已经用到这了 这了 马上就用完 这个是他们的旧包装 然后这个是新包装 新的囤货 反正要用完了 我又开新的了 新的它这个密封性更好 就是这里盖的更牢 然后这又是我的一个囤货 因为真的很好用 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 一些打底精华 你用久了之后你会失去效果 你要跟其他的品牌一起试试看 像神秘博士 我以前也用过他们家的其他产品 目前用下来 我觉得最好用 最值得推荐 最值得购买的 就是这个 维稳的这个精华 这种舒缓精华 我都用在早上护肤的第一步 还有晚间护肤的第一步 像早上用这个 C15之前 我就有点怕刺激 我都会用这一款来打个底 然后晚上我也会用它在第一步 作为一个舒缓的精华 就是非常的镇定 修护维稳 永远是我肌肤的第一步 这个是所有 最重要的part 就是只有把这个地基打稳了 我们才能继续往上见 对不对 它超级好吸收的 它是这种比较深色的质地 一秒吸收 给你们看 好了 吸收了 快不快 我脸颊有时候泛红不稳定的时候 我用这个 用没几天 就已经完全完全健康了 下巴有痘痘的话 我用它也可以舒缓镇定 它添加的是 30%的三重油橄榄提取物 这个比我以前推荐的油橄榄精华 便宜很多 而且效果也一点都不差 它闻起来 是有一种凉凉的那种凉茶的味道 应该就是添加那个 榴兰香提取物的味道 榴兰香的作用就是可以让它 增加一点点抗氧化的能力 然后再就是增加了舒缓镇定的功能 再就是它里面还添加了一点点烟纤胺 可以帮助淡化一点动应 但是又不刺激 所以非常好 如果你手头上的一些舒缓镇定的精华 用的比较腻了 没有什么效果了的话 你这次6128就买这一款 不会错 然后我用完这个之后 就每天早上是用这款VC 欧邦奇的这个VC 这个我用的是C15 它是有一点 就对我来说有点刺激 所以我必须要用这款打底 打完底之后用它 我买的是美版的 我之前没有用这个大瓶之前 我用过两个小的试用装的C10 我觉得C10我耐受之后 我就想高阶一点 所以就买了C15 没想到C15就是不能直接上脸 但是效果真的也是很好 我用它没几天 我脸上的红色痘印淡化的特别快 而且它的质地也特别好 我用起来量也蛮大的 其实这个有一点点黄了 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出来 一点点是真的就一点点 VC长期用 对于抗老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超级爱VC这个成分的 但是如果你们要尝试的话 一定要看清美版还是日版 美版跟日版不同的区别是 美版它的质地更加的水 日版更稠一点 日版是CE配方的 就是类似于杜克的CEF一样 它们质地也会更加油润 像这个的话会更加好吸收 美版比较适合油皮 但是美版的话它会更加刺激一点点 日版它里面加了一些舒缓的成分 我还是比较喜欢美版杜克那个CEF 其实我说实话我用下来 虽然比欧邦奇这瓶要贵 但是我没有很喜欢 我还是喜欢欧邦奇的这个 整个脸非常白净 非常好 每天就是这样子 这瓶用完用这个 再来最近的最爱就是这款 敷润康的这个20%的人二酸 就是昨天还有妹子在群里问我 这款要怎么用 我跟你们讲我的一个使用方法 第一个如果说我下面抱痘痘 然后都挤掉之后 挤完之后我就会只擦这个乳膏 就这样擦 擦两个晚上 再加上如果你有一些大的痘痘上 你就后敷 后敷完擦完这个 你所有痘痘都好了 而且这个也淡化痘印效果超级好 你就直接擦在你的那些红色痘印上 它淡化效果也很好 好这个是一个用法 就是对于痘痘或者说闭口来说的 再一个就是你可以用在A唇之前 你可以敷或者也可以洗掉 看自己喜欢 它是可以帮助打通一个通路 对于A唇的吸收效果会更好 所以你可以用在A唇前 这个人二酸跟其他的酸 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又温和 居然又能对痘痘有效果 敷在痘痘上又不痛 哇真的是宝藏好不好 真的太好用了 这个大家一定要就是家里如果没有的话 真的可以去买买看 就不用买很贵的那种去脱精华 真的很贵的去脱精华都没有它好用 对 再来就是最近非常喜欢的一个防晒霜 FANCO的 我已经用了很多了 我用到这里了 这边有太阳 我就很容易很清楚的看到它们的用量 看到用量之后我就会很 哇快用完了 哇 胜利就在前方 它用起来质地很水 我其实以前一开始不是很喜欢它 就可能当时是冬天吧 冬天就会觉得这个有点拔干的感觉 但是现在夏天 作为一个油皮 我真的太爱了 我早上就是这样 对 就是这么的简单 然后再来一个随便的一个眼霜就好了 超喜欢 现在就除了拍视频吧 还是我就很少化妆 我每天擦这个就够了 它有一点点提亮肤色的效果 而且不管什么肌肤状态 我用它我都很温和 很舒服 我其实以前不太喜欢涂改叶质地的防晒霜 特别是用在脸上的 身上我可以接受 比如说像爱耐晒 或者说理肤权那种 但是脸上我比较喜欢用乳液质地 可是这个它涂改叶质地 我是可以接受 非常喜欢 再来一个身体的 身体是这个 超喜欢这个CL booster的 这个果酸的身体乳 它有30% 它价格不是很便宜 对于身体乳来说 但是它效果真的很好 像我脚上其实还好 我只擦它在我的手臂上 所以我觉得性价比 也还算是挺高的吧 就擦没几天 我的皮肤就会变得很光滑 非常喜欢这款果酸 身体乳 今年其实我已经去美黑过几次了 但是我发现我最近风格 你看像这种衣服 或者说平时的给人的感觉 不像大学时候 黑黑的好看了 也觉得 所以我不打算 美黑 我要美白了 好贱柄 不要太晒 自然而然就会白回来了 然后再注意注意 平时磨砂 要美白身体乳 是吧 最后要给大家推荐两个 是猫猫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皮蛋的猫砂 是我不知道有妹子跟我推荐的吧 就之前我买的那个猫砂 它有很多碎屑 我就就我妈也在吐槽那个猫砂 就质量不是很好 然后我就看推荐买了那个皮蛋的 就好香 好奶 好好闻 就我有时候很变态 会抱着猫 然后去故意闻一下它那个爪子 然后就觉得 那个猫腔还挺好闻 有没有这样变态的 就是好闻啊 就是它那个小爪子张开来的时候 我就奶奶的香香的 就虽然是猫砂味 但是整个味道很好 然后厨艺味的味道也很好 再推荐一个就是云金的扫地机器人 真的很推荐很推荐 我们家买过三四个扫地机器人 那个是最好用的 大家如果家里有猫的话 就一步到位 就直接买那个就行了 又可以扫又可以拖 而且虽然说扫的时候它声音比较大 但是拖的话 它拖完之后就真的很干净 像家里有猫 肯定少不了扫地机器人 那个是最好用的 最近化妆品都没个喜欢的 就只喜欢我现在嘴巴上的 这个亚诗兰黛的304 大家看有没有什么便宜的可以去买 最近就很喜欢这只口红 其他就没有了 如果有什么想看的 主题也可以留言告诉我 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bö้ 不好 好 好 好